花了十多年的時間 收藏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牌的 700多部古董相機 當中有8部有超過8年的歷史 由邓怡君介紹一下 金星山收藏的古董相機 擺滿了兩個大鐵櫃 不僅如此 床頭櫃、書架、冷氣機 甚至是電視機旁邊 都擺放著各式各樣的古董相機 令人好似置身在一個相機博物館裡面 金星山介紹 他收藏的相機有700多部 產地來自世界各地 當中有8部相機都有超過100年的歷史 最早的一部是1880年 由美國生產的拉線相機 有蘇聯的、有日本的、有捷克的 捷克就是捷克斯洛伐克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解放出引進的政府官員運的 叫奧比馬 所以這個相機在我們國內是特別吸收 金星山說這些相機是他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收藏 代表著時代的發展 但由於他要跟他的女兒去澳洲定居 希望喜歡上機的人能夠為這些相機 開始一個博物館 令更多人看到他的收藏 亞洲電視記者鄧怡君報道 新聞報道完了 再會 黃尖社會